1981年6月7日下午6点30分,14架全副武装的战机突然出现在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上空 他们目标明确,直奔东南郊区的一座银色圆顶建筑 当他们飞到目标上空的时候,部署在周边的防空设施还没有反应过来 圆顶建筑就被这群战机给炸了个灰飞烟灭 这就是以色列史上最为冒险的军事行动,巴比伦行动 而以军在行动中所炸毁的就是萨达姆精心打造的奥西拉克核工厂 以及萨达姆的核武梦 那么以色列为何要千里奔袭去炸掉伊拉克的核设施呢? 这场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以军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以色列最为冒险的一次军事行动,巴比伦行动 话说自从1947年以色列建国后,就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不断的爆发战争 到了70年代,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仇恨也达到了顶点 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成了当时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共识 在这个背景下,伊拉克就产生了用核武器摧毁以色列的想法 1959年,苏联援助伊拉克修建了一个两兆瓦的研究用核反应堆 不过当时的以色列还没有把伊拉克当回事 觉得伊拉克人搞出核武器是天方夜谭 70年代萨达姆展露头角,成为执政伊拉克的复兴党的二号人物 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老萨这人野心很大 一心要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所以特别迷恋武力 尤其是核武器,当时他就把核武器看成了他个人成败的关键 1975年9月,萨达姆亲赴巴黎去找法国买核反应堆 为了促成这笔买卖,萨达姆向法国开出了十分诱人的条件 一是,十年内每年低价向法国提供7000万桶原油 二是购买包括100架幻影F1战机在内的10亿美元的军火 三是一份10万辆汽车的订单 四是一份10亿美金的建筑合同 当时的法国深陷石油危机,非常需要稳定的石油来源 而老萨出手也十分大方,等于是上门给法国送钱了 面对如此诱惑,时任法国总统的德斯坦就做出了违背祖宗的决定 在讨价还价了两个月后,于当年11月跟老萨签订了核能合作协议 很快一座名为奥西拉克的核反应堆就在巴格达东南20公里的塔木兹附近建了起来 六个月后,萨达姆还从意大利购买了放射性燃料 照着这个节奏,伊拉克要搞出核武器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对于小小的以色列来说,无异于是灭顶之灾 就以色列那点地能经得住几下核武器的打击呢? 伊拉克研发核武器的事很快就被摩萨德掌握 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拉宾对此事坐卧不安 考虑到以色列和伊拉克不接壤,要通过军事行动来阻止伊拉克拥合也不太现实 拉宾便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试图说服法国取消跟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协议 无奈,萨达姆给的合同实在太香 虽然一开始法国人答应了拉宾的请求 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法国人最终还是给金主爸爸跪了 随着法国技术人员的到位,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进度也加快了起来 而这一切都在摩萨德的密切监控之下 军事手段不现实,外交手段又行不通 正当以色列一筹莫展之时,一位政治强人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事态 1977年5月,以强硬著称的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首次赢得选举 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说到贝京,他在以色列算是个老革命了 早在英国殖民时代,就跟英国人打起了游击 是个强悍的波兰籍犹太人,而以贝京为首的利库德集团 向来崇尚,以暴制暴 当他从拉宾手中接过有关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绝密报告后 便决心要炸掉伊拉克的核设施 一方面,他命令摩萨德密切监视伊拉克方面的一举一动 另一方面,贝京还秘密组建了一支空中突击队 打算对伊拉克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为此,以军精心挑选了24名第一流的飞行员 由参加过1967年、1970年和1973年几次阿易战争的一名上校担任指挥 并开始了高强度的训练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历史性地访问了以色列 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承认并愿意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国家 由此,以色列政府内部就出现了反对打击伊拉克核设施的声音 不少高层官员认为,如果对伊拉克展开袭击 搞不好会把埃及牵扯其中 好不容易缓解的中东局势又会变得紧张起来 而且,伊拉克还很有钱,就算你把他的核设施炸了 过了几年,伊拉克也照样能重建一个 对于内部的质疑,贝京没有丝毫退缩 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没有退路 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伊拉克的核设施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贝京就在核时间赛跑了 他必须赶在核反应堆建起之前,完成对核设施的打击 一旦核设施建成,伊拉克有了核武器 以色列基本上就只能任人摆布了 1979年,以色列为了轰炸伊拉克核设施 成立了专门的情报小组,代号巴比伦行动 同年7月,萨达姆成为伊拉克总统,正式掌权伊拉克 在萨达姆的推动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建造速度被大大的加快了 形势对以色列变得很不利 关键时刻,摩萨德行动了起来 1979年4月6日,位于法国土轮城郊的一座造船厂发生了爆炸 里面储藏着伊拉克购买的核反应堆关键部件 1980年6月14日,伊拉克聘请的埃及物理学家叶海亚马什哈德 在巴黎度假时被人暗杀 这两起事件都大大延缓了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进度 为巴比伦行动赢得了时间 同时,北京也找到美国总统卡特 希望美国能出面劝说萨达姆放弃核计划 众所周知,美国是以色列的亲爸爸 以色列遇到任何麻烦,美国爸爸都会出来帮其摆平 不过这次,爸爸却拒绝了儿子的请求 在卡特看来,伊拉克的核设施还停留在民用阶段 距离核武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不足为距 同时,伊拉克也是世界排名前十的产油大国 美国非常需要伊拉克的石油 因此卡特就拒绝了北京的请求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作为父子的美国和以色列 却没有站在同一战线 美国爸爸支持萨达姆 因为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就变成了反美国家 美国需要借助伊拉克这把刀来打击伊朗 而以色列儿子却恰恰相反 他不在乎伊朗是否反他的美国爸爸 以色列只知道他可以借伊朗的刀来摧毁伊拉克的核设施 于是在两伊战争中 美国爸爸和以色列儿子都玩起了借刀杀人的把戏 战争期间,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伊拉克核计划的相关情报 不过伊朗人却不给力 派出的战机不但没能炸毁伊拉克的核设施 反而还让伊拉克加强了警惕 在奥西拉克附近部署了更多的防空武器 把炸毁奥西拉克的难度直接提升了好几个等级 借刀杀人行不通,以色列就只能靠自己了 不过现实问题也摆在了以色列的面前 那就是从以色列出发到巴格达,行程有1000多公里 而以色列却没有一款战机能胜任这个任务 就拿当时以色列的主力战机,A4攻击机和诱尸来说 两者都属于短程战机 而著名的F4鬼怪战机,其航程也只能勉强完成任务 正当以色列发愁找不到战机的时候 F16战机却送上了门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自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的立场就立马从亲美变成了反美 先前美国打算卖给伊朗的8架F16战机 自然就不能卖给伊朗了 既然不能卖给伊朗,那就卖给亲儿子吧 肥水不留外人田嘛 就这样,以色列人如愿以偿的从美国爸爸手中 买到了那8架原本计划卖给伊朗的F16战机 对于巴比伦行动来说,F16确实是最佳选择 它既可以搭载空对空导弹,也可以搭载空对地导弹 同时载量比较大,飞行半径也在1000公里以上 有了F16的加入,空袭伊拉克核设施就有把握了 1981年5月,摩萨德告诉北京,伊拉克核反应堆将在7月投入使用 到1982年,伊拉克就能至少制造出一枚原子弹 而到了6月30日,以色列还要举行大选 北京担心自己一旦落败,轰炸计划就会搁置 于是北京就打算在卸任前解决掉伊拉克核反应堆这个大麻烦 正式批准了巴比伦行动 1981年6月7日,行动正式开始 当天下午2点,一支由8架F16和6架F15战机组成的突击机群 便从以色列南部的埃奇翁空军基地出发了 在这支由14架战机组成的机群中 8架F16担任主攻,另外6架F15负责掩护 为了掩人耳目,这14架战机都涂装了约旦空军的标志 行动开始5分钟后,老天开起了玩笑 天空突然刮起了西北风 机群只好顺风起飞,之后调整方向自北向南飞行 这样一来,机群就不得不越过原本计划规避的旅游圣地亚喀巴湾 由于是低空飞行,这么大的一支编队不被人发现是不可能的 而在众多的游客当中,偏偏就有约旦国王侯赛因 当时他正悠闲地晒着太阳,一抬头就看到十几架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 这些飞机还涂着自家空军的红绿标志 侯赛因以前干过飞行员,他马上就猜到这些飞机要去干嘛 便赶快通知伊拉克,要他们做好准备 恰好此时萨达姆正在两翼战争前线指挥着他的共和国卫队跟伊朗人基战 没注意到侯赛因的警告,本已暴露的以色列战机就这样躲过了一劫 机群随后向西,沿着约旦和沙特的边界低空飞行 为避免被敌人的雷达追踪 他们把飞行高度压到了60米,几乎是贴着地面飞行 沿着国界飞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扰乱对方的判断 机群起飞30分钟后,他们就被沙特和约旦两国的雷达给发现了 沙特问他们是干嘛的,他们就说自己是约旦空军正在搞训练 约旦问他们是干嘛的,他们就用流利的英语回道 我们是克机,由于机群在飞行时,飞机之间靠得很紧 所以在雷达上看来,他们就很像克机 约旦人对此信以为真 为避免被人追踪,机群全程保持无线电静默 只在经过几个固定地点时,有领队发出黄沙丘的暗语 表示一切顺利,很快,机群就顺利越过了约旦沙特边界 飞到了沙特西北的沙漠地区 由于这个地区人烟稀少,沙特没什么防备 机群就顺利的越过沙特西北,飞到了伊拉克,直奔巴格达而去 在机群到来之前,以色列就派出了一支小队 提前潜伏到了伊拉克,在预定地点为机群放置了领航灯 准确地为机群提供了目标指引,就这样,机群神不知鬼不觉地 飞到了位于巴格达郊外东南20公里的奥西拉克河工厂附近 巴格达时间下午6点30分,机群到达目标上空 并很快确认了目标,一座银色的圆顶建筑 此时正好是伊军的就餐事件 没人注意到突如其来的乙军机群 乙军精准地把握了突袭时机 很快,机群就对目标展开了进攻 八架F-16分3P升至600米高度后 对核反应堆展开了轮番轰炸 结果第一波攻击,机群就炸毁了核反应堆的主体建筑 其余战机则从不同角度上前补刀 随着一声声轰隆隆的巨响 仅仅两分钟,价值数亿美元的核反应堆 就在以色列人的炸弹下被炸了个荡然无存 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 核反应堆附近的伊拉克防空部队 对突如其来的以色列机群毫无防备 直到机群飞到核反应堆上空的时候 他们的雷达还没有发现机群 此时,用来保卫反应堆的低空导弹 已经来不及发射了 部署在周边的战机也来不及起飞 只有高射炮仓促朝空中射击了一阵子 但也无济于事 6点45分完成任务的以色列机群 便毫发无损地离开了轰炸现场 顺利返航 得知奥西拉克核电站被炸毁 萨达姆当即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重建核电站 法国人在勘察现场后告诉萨达姆 重建大约需要5亿美金和5年的时间 萨达姆表示没问题 希望法国能继续帮他完成梦想 但是到了1984年 法国人最终还是退出了核计划 萨达姆的核武梦也就此泡汤 事件发生后 美国强烈谴责了以色列的过激行为 不过后来美国还是得感谢以色列 要不是以色列冒险摧毁了伊拉克的核设施 到了十年后的海湾战争时 恐怕美国人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此外沙特也该感谢以色列 要真让伊拉克搞出了核武器 当年落在沙特领土上的飞毛腿导弹 挂的是常规武器还是核弹 那可就说不清了